在心中 不要去跟人家计较 一点点小事斤斤计较 实际上任何的斤斤计较 都会造成因果 只有理解他人 才能善解因果 只有帮别人承担 你才能离开恶念恶语诽谤和逆境 所以你去想想看 帮助别人 你是不是得到别人的帮助 你就不会有逆境了吗 你去全心全意的去帮助别人 谁来诽谤你 你今天离开了恶念恶意 那么你承受的 那是善因果呀 而这些善因果跟他相应的 就是别人来爱你 别人来帮助你 别人来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 所以有的时候在人间看人 不要这个人做的对 这个人做的错 看问题 有时候不要在自己心中 先有一个是和非 这个人讲出来的话肯定错 这个人我告诉你 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他没一句话是对的 这个人很讨厌 你觉得他24小时都讨厌吗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 所以真正学博的人 宽恶别人 不要用自己的邪知邪念 因为你对人家的看法不公正 所以你就会错看别人 你不能把握自己的心 来用正常的观点看别人 你最后就被别人看不起 因为你看错别人 人家当然会说你 这个人很没有礼貌 很没有文化 你这个人有嗔恨心 有嫉妒心 所以你的自私心和欲望心 才会产生 听懂吗 所以你去非常有芥蒂的去伤害别人 那你慢慢的一定会离开清净心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有些人穿得很整洁 但是他的心不清净 谢谢大家